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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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其實那時候剛好放假 那時候還在廣工室上班 跟我女兒去白文室 剛好看到一本 那時候看到一些日本的手作 那雜誌裡面其實出現了一個 用襪子跟手套 去做的娃娃 那時候蠻有興趣 其實一個男孩子 其實要做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挑戰 其實我連針線都不會 所以我覺得回去就開始摸啊 那時候坐在床上就開始自己在那邊打 然後把我們家的舊襪子 我女兒穿過的襪子 好拿出來做 所以做完之後這一次是我第一隻襪子娃娃 這一次做出來的時候我那時候還蠻驚訝說 跟我朋友講說這會像不像我這樣 我說這個是兔子 但他們都不是 他們說這都是貓 蛮有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襪子 神情出來之後 其實這麼多人 不一樣的見解 所以開始 對這個東西開始產生很大的興趣 那時候可以看到其實每一個點 進針 入針 跟出針 每個都好明顯 我們講說這就是Handman 其實就是一個手工 手工做出來的 那過去就是只是簡易先成型 所以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突破之後 其實在表情 在色彩上面 其實開始會去鑽研這一塊 這一次是一個夏天的襪子 它的彩度比較高 而且它會有點點點點點點 它甚至在襪口 這個是襪口 也就是這一雙 上面它的襪口上面有顏色 那我們會利用這種襪子的時候 當我拿到這種比較屬於夏天襪的時候 我會去做比較有點調皮的色彩 會利用這種點點襪子 然後做出比較調皮的這種神情 我先找到一雙襪子 那我覺得它蠻獨特的 所以從襪子開始入手 它可以變成什麼樣的動物 它像這樣的東西可能變成狗 它是蠻適合的 但有些時候像我們拿到襪子的時候 可能我會先從 搞不好會先走在路上 剛好看到有一隻狗 還蠻調皮的 或是看到一個卡龍影片 我覺得它蠻奇特的這種表情 那會從那邊開始 從圖像出來之後去找襪子 那另外一種是完全都沒有 可能會從一個譬如定做好了 我們講說Telemaid 我們就直接就是 從名字裡面開始去著手 找到這個人的特質 透過塔包牌 有些時候會透過名字 像這一隻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一隻它的眼神 它比較屬於小心翼翼 所以做出來的那個特質 會在裡面 其實我的終極目標就是 很簡單的東西 它確實可以找到更有生命 不斷變化 如果今天沒有一個新的東西 其實我會覺得說好像 今天也是白活的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品牌才會有價值 因為品牌價值因來自於是 它不斷地提供消費者 有新的領域跟新的見解 這才是我們在這個品牌 單塔品牌裡面的一個價值 明天帶著髮《金牌星島》 《魔祖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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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